大家好,欢迎收看小莉说电影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少女在魔鬼的胁迫下失去双手的故事 五手少女 少女的父亲是一个贫穷的魔方主 她只有一个小魔房以及魔房背后的一棵苹果树 这样清平的日子让她无时无刻不向往着衣食无忧的富足生活 一个炎热的午后,魔方主在山间劈柴 在她又累又饿的时候,她看到一头肥美的野猪 这样巨大的野猪足以让自己和家人饱餐一顿了 于是她嘴到霍霍向野猪 此时恶魔却出现了 她阻止了魔方主向野猪前进的脚步 魔鬼为魔方主 你有这么饿吗 魔方主迟疑了 魔鬼又说 只要你可以把你魔方背后的东西送给我 我就能填满你的钱袋子 魔方主暗自私仇 她只有一座魔方和一个苹果树 没有什么比金山银山更为值钱的了 于是便和魔鬼打算了这桩交易 魔方主带着满满的金钱回家 并自豪的和夫人说起这场交易 可知道病生的母亲却急坏了 原来在交易的时候 女儿在苹果树上玩耍 魔鬼想得到的自始至终都不是魔方和苹果树 而是少女 在焦急害怕中 魔鬼第一次到来 但是魔鬼并没有成功带走少女 黑暗的魔鬼的力量 在传奇的少女的身上完全不起作用 于是魔鬼以收回所给予的财富来威胁魔方主 让魔方主看好少女 并不允许少女洗澡 魔鬼认为不洗澡可以让少女变得肮脏 这样少女就不纯洁了 剑前掩开的父亲 唯唯诺诺诺的答应了魔鬼 并搞来一只恶狗来看管少女 少女的母亲偷偷来看望少女 却被看守的恶狗活活咬死 魔鬼第二次到来 这次他要强行带走少女 魔鬼正抓着少女的手要走 但又一次被少女纯洁的力量给阻止了 第二次被阻止的魔鬼被彻底激怒 他对少女冷酷的说 看或者你跟我走 母亲的离世 父亲的妥协 让少女彻底失望 但他内心的善良 又不允许他跟随魔鬼而去 于是他砍下了自己的伤手 这样至少还有父亲的贪念 是被满足的 失去双手的少女 稀灰冷地离开了 不再是自己家的魔法 他只剩下一个人 绝望地漫无目的地走着 少女走过下雨的河边 一个不小心划入河中 似乎他可以告别这悲惨的人生 惨破的身体了 可是河神就觉得这个可怜的姑娘 善良的河神还把少女带去王子的花园 王子与少女一见钟情 他不仅不介于少女的残缺 还为失去双手的少女 打造了一对皇亲手臂 少女重新拥有了双手 拥有了王子 还拥有了恨王子的孩子 这样的幸福 让少女渐渐忘记了 被魔鬼与父亲迫害的痛苦 可幸福总是短暂的 王子即将离家出征 他告诉信任的园丁 要好好守护公主 少女不舍王子离去 大喊着等等 可是王子还是走了 梦到了城堡 让少女觉得无聊 少女尝试着像从前那样爬树 但是失败了 少女看着无用的双手和园丁吐槽 王子给了我双手 但是他对我却无用 孩子出生了 少女成了个母亲 但是他无力的黄金假手 连孩子都没办法抱起 少女只能说的 看着孩子在别人的怀里 魔鬼在这个时候再次出场 他在王子与少女的镜中动了手脚 魔鬼对王子说 您的妻子产下了一个怪物 魔鬼还跟园丁送去一封假的书信 让他杀害了少女母子二人 魔鬼的伎俩如愿是王子和少女之间产生了间隙 但是他算了了园丁 园丁偷偷放走了少女和孩子 原来园丁一直在都暗恋着残缺和善良纯洁的少女 少女离开了城堡 离开了那个他认为是正确的人 他把孩子放在衣兜里 可是孩子一直在哭 少女无端的扔掉了累赘的黄金双手 这双假手让他看上去完整 他不如没有他来了灵活 少女带着残破的手抱着孩子 孩子终于不哭了 少女带着孩子 他扇到另一边安定了下来 学着工作 学着一个人养孩子 这样的生活让他在心脑的同时充满满足 而奇迹就在此时发生了 少女重新长出了双手 在他没有任何依靠 只能自己辛苦劳作 辛苦照顾孩子的时候 王子终于打仗回来了 可是妻儿都不在了 原定拿出魔鬼 以王子名义发出的信 王子就才明白自己被误会了 他从来没有写过这样子的信 王子在原定带领下 走上了寻找妻儿的路 进到一路的跋山涉水 王子终于找到了他 看着不需要自己赠送黄金手的 重新拥有自己手的少女 一时感慨万千 他说 我只能奉任你做自己的事情 王子和少女和孩子一家团聚了 童话终于圆满了 在失去双手前 少女依靠父母而活 在失去双手后 少女依靠王子而活 可是作为一个女性 我们真的只能依靠别人而活吗 无所少女告诉你 不是的 当我们承担起自己的生活 实现真正的独立 我们才能像少女一样 拥有一双真正的 属于自己的手 本篇取自格林童话 在画风粗犷 故事现实 更像是一部成人童话 本来是文童话 -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